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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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17号 湖南05城管打死瓜龙 8名城管被拘留 国际人权观察组织5月23号发布报告附带了一个形象的标题 名叫 给我打 全部没收 这篇长达76页的报告列举了25名城管受害人的经历 受害者大多是流动摊贩 都曾遭受城管的殴打 有人还被城管拘留 并被没收财物 然后要交罚款才能够取回财物 人权观察的报告说 城管局人员缺乏有效的官方监督 培训和纪律约束 常常大打出手 导致执法对象受伤甚至死亡 人权观察中国部主任索菲理查森说 对许多中国公民来说 眼下城管等同于暴力 非法拘禁和盗窃 城管人员被公认为残暴野蛮 犯了法也不受到惩罚 他批评说城管难权在中国是公开的丑闻 并且呼吁中国政府迅速公开依法惩处责任者 在四川成都的民间维权组织 天网人权事务中心负责人黄启表示 由于缺乏有效的官方监督 培训和纪律管理 城管人员违法暴力的行为 在某种情况下 已成为社会官民矛盾的爆发点 城管部门它作为在90年代末 政府建立的一个特殊的执法组织 由于它本身也缺乏全国性的统一的制度管理 城管人员往往有一些继续流氓 也进入城管系统 所以城管人员在制法的过程当中 他们往往采取暴力的手法 再加上他们面对的又是对底神的民众 在这个过程当中 民众往往有些反抗 造成双方的对峙 而这种对峙 由于民众基本上把城管人员看作是政府的代言人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官民规判当中 这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 根据人权观察的统计 目前中国至少有656座城市 具有数千人规模的城管队伍 虽然这一部门原则上是负责维护环境 卫生道路交通和市容秩序管理的协警机关 城管人员执法本身缺乏法律依据 从而导致使用暴力及贪污 勒索等事件的发生 曾任教于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目前在美国职业的高光俊律师认为 城管这个部门本身很明显 中国的法律规定就是说 如果你要想执法的话 那当然就是执法部门 这执法部门在中国实际上 这个有公检法司这些部门的执行 那么城管部门究竟做些什么东西呢 那么除了公检法司的话 其他人是不能够开启任何强制措施来执行这个权力的 因为他并没有这样的一个职责 没有这样的权力 这个法律上没有任何依据的 那么这个事情实际上在中国的城市管理里面呢 也引起了很大的混乱 看到什么地方 他觉得是违法了 他就开始要罚款 拿人家东西 再加上明明显显的贪污腐败 敲诈乐所 这是中国城市里面发生更多的 充足的一个很重大的一个原因 山东大学退休教授孙文广说 中国这个社会上没有独立的司法机构 和调查的机构 没有的 都是对政府来通意管理 或者讲都是对共产党通意调度 那么组织 在这个情况下面呢 是没有公平的独立的调查的 都有一些倾向性 就是倾向于政府 从政府那里呢 拿他们的工资 政府呢 给他们提供啊 刺激 那么他们的一举一动 都是要受呢 政府的这个监督制约 所以啊 现在不可能有啊 真正独立的调查 中国各地的城管执法局 虽然不是公安部门 但是权力很大 无论是市容卫生 违章建筑 违法站路停车 还是施工拆迁现场 黑车 黑导游 这些问题 城管都有权力管 无论是湖南林武县的瓜农 邓正家 还是哈尔滨卖西瓜的商贩 吴伟 都被城管 指责为吴正经营 确实 吴正经营往往是很多城管 野蛮对待街头小商小贩的理由 到底应该怎样对待这个 吴正经营问题 中国宪法研究教学网创办人 王金祥说 这个卖这个瓜 卖农产品 我们国家允许农民 自销 地方政府呢 坏坏地 所有的市场 所有的菜场 都应该给他们开提一个 销售资产的这些蔬菜呀 无需制造的 但是呢 这个规定没有落实 我们曾经呼吁过 要求各地来落实这个国家的这个规定 现在中国的公众舆论 普遍呼吁官方遏制城管暴力执法的现象 官方的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提出 杜绝城管暴力需全则相称 即一方面要约束公权力 对打人城管依法惩处 另一方面 小商小贩也要依法经营 中国这些城管野蛮暴力执法现象 常常引起众怒 很多民众用土匪和黑社会来形容城管 正如网上流行一首小贩之歌 他活龙活现地到处 生活在城管盘剥下的小市民的心酸 小贩之歌视频中唱到 今天谋生的工具 已变成城管的工具 请信心苦苦成就躲不过去 今夜只能孤子孤心 我不能颓废笑傲心 为了我只爱的耳机 太苦太难也要坚强 只为孩子能尽孝顺心 一日落在 希望就在 一切喧嚣还有诚实生气 恰悔知悄 大人自卑 祝大人要到海海 听到我含水的草标 你装进大人的口袋 今夕苦苦白忙活半天 今夕我那什么难猜 家乡与没有土壁可干 清光又让我如此无奈 怎样才能生存下去 同宇宙无望是爱 她还在 梦就在 天地之间还有真爱 你还在 她就在 她还在 梦就在 天地之间还有真爱 你还在 她就在 她还在 梦就在 她还在 梦就在 天地之间还有真爱 你还在 她就在 她不死就总有再来 她还在 梦就在 天地之间还有真爱 你还在 她就在 她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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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梦就在 她还在 梦就在 等底层的民众的生活越发艰难 她们不得不每天奔走于大街小巷 维持生计 而城管与底层民众的矛盾 越来越激化 群体事件频发 那么 城管执法能否体现更多的人道关怀 城管执法如何依法管承 如何强化监督与问责的机制 这些都是我们应该关注的问题 好的 观众朋友 今天的焦点追踪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